長官好 我是永春高中數學老師曾慶良 那目前是擔任酷克雲的高中數學管理人員 我今天要來幫大家喔 示範一下酷克學習的操作平台 跟簡易的教學演示 那首先長官拿出你們的平板 好我們找到這個標籤 在酷克學習的標籤上我們點上去 好進入演員的是 欸這邊有知識地圖 那我們酷克學習它的課程 都建構在知識地圖的本位上 它的好處喔 就是我們跳脫原本的課綱的框架 不會應該課綱的改變而改變喔 好我們今天呢 要以這個數學科的線性代數裡面 空間項量的空間概念 來做示範教學 那我們進來以後 在這個影片當中 學生可以就這些影片 做自學的測驗 不管是預習或者是複習 好進來了這個影片內容 好 假設呢我們進來了它這個內容以後 我們就點選這個影片 好現在把它放大 給各位長官看一下 那現在拿起你們手邊的平板 好 來我們要來掃掃看喔 掃掃看這個平板的內容 欸為什麼要叫你們掃掃看呢 好我們在這個影片當中喔 左上角 好我們把這個平板的相機鏡頭 對著左上角去掃一下 好有沒有發現一件非常非常厲害的事情 當你掃了之後 你有發現嗎 在你的平板上會出現3D的圖像 那你們可以用手指去玩一玩 可以對著這個 你們平板上的圖像去做旋轉 放大 平移 拖曳等等動作 欸它很厲害的是什麼呢 這樣的圖像是用最新科技AR擴真實境 所做的喔 我們這支影片是針對 今年要考大學指考的同學 對他做複習 那因為它是空間向量 以往同學呢 無法跳脫這個 我們傳統教學的模式 他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圖像 背面的點線面 那經過了這樣的AR科技 或真實際的科技呢 你可以看到影像這個後面 它的點線面 你會讓這整體的影像更加的具象 也更能清楚的知道這個問題本身 它的實質內涵是什麼 好 在我們看完了影片之後 那學生可以就影片的內容 來做這樣的測驗喔 那這測驗很厲害 我們的這個酷克雲 它的智慧學習 它的智慧測驗呢 它的內容呢 跟其他平台非常大不同 是我可以根據學生的答題狀態 而給你下一題題目 它的難易程度喔 好 那現在我就四題來做答題 那麼這個四題 一開始會給你普通的題目 當你答對了兩題之後 我會給你困難的題目 如果你答錯 我就會往簡單的題目丟給你 那你在最後可以看見出 你最後實測的 到底是通過簡單的困難的 那你可以在節點前面看出 你這個節點 由燈號 知道你通過的是簡單 普通還是困難的題目 好那這個是 就同學的自學跟複習的狀態 老師也可以針對我們庫克雲 庫克雲 目前有提供三千支的影片 還有非常非常豐富的這個四題內容 那老師可以就這些影片跟四題 那我們可以抓下這些資源 來見過自己的摩克斯課程 那我們在這個摩克斯課程當中 好比說我已經見過一堂 非常非常棒的這個摩克斯課程 我可以就學生的學習狀態 來去看出學生啊 針對每一個影片 他的學習歷程 在每一分鐘每一分鐘的觀看 跟註冊人數觀看人數 跟觀看時間等等 我可以去清楚的知道 學生到底是在前段中段還是後段 他的影片時間停留的比較久 那我也可以針對這個停留的時間 來去做教學的反思喔 好 那在看完了這個 詳細的學習歷程 影片內容以後呢 回來 我們可以就學生 他在評量分析當中去看 他們到底評量的狀態如何呢 欸我很好奇耶 好比說我這裡見過了三個這個測驗 那我們現在進來第一個測驗 我很好奇的是 學生看完了我見過的 這個摩克斯課程 答完了這個評量以後 他到底得到多少分呢 到底有沒有通過 所以就這個評量內容來講 欸我也可以從 評量分析當中 清楚的看到學生 實測人數 實測過的人數 平均分數 不及格人數等等 跟每一題答對的狀態等等 欸從這些實測的內容 我很清楚的知道 學生針對我的課程 到底了解了沒 作為我下一次教學的改進跟反思喔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這個 庫克學習他的操作平台 跟教學引誓喔